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仔細看濕地裡好多小生物喔 是吧 還要帶你去看更多 走吧 大鵬灣是上游水源夾帶的泥沙 被海潮和季鳳造型後 成為了台灣唯一的單口囊狀戲弧 多達13.5公頃的濕地生機勃勃 有多種樣貌的動植物 也造就了鳥類天堂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可愛的招潮蟹啦 全台灣已經發現12種招潮蟹 幸運的話在大鵬灣這裡 12種都可以看到喔 一般說到大鵬灣 大家都會想到 刺激的國際賽車場 其實也可以來趟生態之旅 適合親子旅遊 銀髮珠 或者是喜歡觀察生態的遊客喔 不過有力 接下來這個體驗 是特別為你安排的 你一定會很喜歡 猜到了嗎 猜到了嗎 不用能源 靠風力還有操作的技巧 就能在水上遨遊的風帆船 是來到大鵬灣 一定要體驗的活動之一 超帥的 這個看起來好陽光喔 我可以玩嗎 可以啊 我已經幫你報名了 水上體驗的活動部分 就交給你姐姐 去執行另外的任務囉 沒問題 Bye Bye 遊歷就請帥氣的楊教練 幫忙照顧囉 想要嘗試在水上迎風前進 又優雅 集結近期娛樂 觀賞探險 於一體的帆船 是個好選擇 屬於內海的大鵬灣 水域開闊 沒有強烈的風浪 非常適合風帆類水上運動 因此有了這個帆船基地 由專業教練教學 就算是沒有經驗的遊歷 也能體驗操控 搭上風帆船遊歷船長 要出發囉 這個活動老少嫌疑 你可以摸著海水 想像自己在長灘島上度假 也可以全速前進 有風 有風了 衝啊 教練 快點 體驗過駕馭風帆船的魅力後 我想我已經了解 為什麼這麼多人 愛這類水上活動了 這樣追著涼風好舒服喔 有種自由愜意的感覺 在遊歷池城水上的同時 雨晨已經到了 東港的在地信仰中心了 金碧輝煌的牌樓氣勢宏偉 也是遊客喜愛的打卡地點 一個地方的信仰中心 絕對是美食的發源地 這間位於宮旁的生藥行 用珍貴藥材熬製的養生藥膳 和清涼的清草茶 也因此成為遊客 指名品嘗的東港下午茶 而窩虎藏龍的第二市場中 這間80年老店 張牌肉丸Q彈的外皮 包覆著紮實鮮甜的內餡 從餡料到醬料 都依循祖傳方法製作 是在地人口耳相傳的好味道 接著還有東港必吃的肉粿 身為學姐就要進行 資深一點的行程 到一個地方旅行 就要吃在地美食 我們講的在地旅遊達人 今天頭哥 雨晨 吃得最好吃 東港最有些東西 頭哥有沒有 肉粿 妳好… 美鳳… 妳好… 我們要吃最讚的東西 好… 肉粿 以前妳要吃湯的就知道 來東港要吃湯的 湯的 一碗湯的 一碗湯的 好… 最讚的 好 最讚的… 來 先坐著 好 阿童姐 這看起來很厲害耶 把它做到不夠烤箱 什麼是肉粿 再來的東西 最新鮮的海鮮 還有東港一定要吃的東西 好… 一定要吃的 來… 這是人家要吃的嗎 對… 這很好 等一下 我先傳一下 好… 是 Michael哥 為什麼你會想要把這些在地小吃 做成一個套裝的旅程 分享給大家 因為在東港這個地方 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外地人來到我們哪裡都 因為應該車開過 但是我們知道 到底這個好吃的東西 一定要去把它整裝成一個 一個行程 給大家去吃 可以講一個地方的特色 精髓要吃到的 當然的 用再來米磨成米漿 再吹煮而成的粿 Q彈又富有米香 放上切小塊的香腸 及鹹香的三層肉厚 淋上再來米和虱目魚 熬製而成的鮮美湯汁 最後再撒上亮眼的櫻花蝦或黑鎬 這碗 集結台灣傳統味道的肉粿 是東港限定的美食 好香喔 這…這我們的 對… 快點 我的天啊 真的 這我的… 我先給我的跟你換 我的天啊 但是先嘗一下 先嘗一下 結窍 先喝點湯 好鮮甜喔 很熱酥喔 有一種米的鮮味對不對 對啊 第二口的話要吃這一個 吃乾的喔 你吃乾的 然後直接吃粿 我覺得它的米香好純喔 很純對不對 然後你再換你拌 開始吃 開始吃 對 當然 像這家罵粿 雖然不是最多觀光客的選項 可是是在地人極力推薦的喔 你看它的料超豐富 而且還加了老闆娘的熱情 吃起來超滿足 東港人的早午餐好幸福喔 還有來到漁村 不能錯過的漁市場 熱鬧的華僑市場 有著滿滿新鮮海味和特色小吃 無論是想採賣海產或是嘗鮮 都是好選擇 新鮮的魚肉散發透亮的光澤 優化分布均勻的上等鮪魚 還有老天爺提供季節限定的 驚喜漁獲 更是讓老饕眼睛為之一亮 而這間高人氣的排隊名店 也是必買 現場超快速製作的 漁魚Olen 水煮蛋包裹入漁漁 低溫油炸定型 再用高溫炸得酥脆 是人手一隻的散步點心 送這一碗最棒的櫻花蝦冰 趕快吃一下 好酷喔 甜甜的櫻花蝦 跟這個天爺冰還滿搭的耶 再跟你講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這裡是全台灣 氣溫站第一名的 所以等於來到這邊 參加小旅行 不只可以吃冰 在地所有的旅遊資訊 都可以問他們 當然的 這裡是休息一下 跟採買伴手禮的好地方 除了意外百搭的櫻花蝦杏仁外 還有代表台灣去德國 參加食品展的魚送 花蝦脆送魚巾 有趣的東港放輕鬆 也都好吸引人喔 在跟Michael哥的熱情互動中 結束了滿足的 東港特色美食之旅 該和遊歷碰面囉 女城姐姐也搭風船船 超好玩的 不過你知道小琉球 也是大彭灣的風景區範圍嗎 知道啊 小琉球很美耶 對啊 那我們可以去嗎 票早就買好了 電子套票都一起買了 我們只要過去等船班就好了 好 我真的好準備你喔 春文度假當然要優雅一點 避免我們這種淑女出現窘境 要是買船票的時候 零錢吊滿地那多久啊 而且沒有先買好船票 很緊張耶 真的耶 旅遊之處要節省 時間也要省 省去現場買票問假的時間 讓你玩得很輕鬆 從東港到小琉球 大約二十幾分鐘 別說打瞌睡 還來不及雲船就到了 一望無際的蔚藍海洋 讓人雀躍了起來 像是美麗彩虹的碼頭 已經在預告我們的 小琉球繽紛之旅了 旅遊不必委屈自己 套票的行程選擇超多元 先跟著雨晨來環島吧 小琉球是台灣 唯一有珊瑚礁研構成的群島 有豐富的潮間帶生態 還有各種奇岩怪石 環島一圈十二公里 就讓我們享受這場 聞著清新空氣 看著大海與藍天的 最親近的地質課程吧 其實在旺季啊 來到小琉球的遊客 大概是在地居民的人數兩倍 但是這裡的人都很有共識 會提醒我們說 不要打擾海洋生物 使用低碳的電動機車 或是減少塑膠的用量 就是因為這樣的愛護環境 我們才能享受 這麼美好的自然風光 迷你的小琉球 面積只有6.8平方公里 環島的路上 一邊是山一邊是海 到山洞裡 穿梭在奇岩間尋優探訪 或是找片 屬於自己的秘密沙灘 享受寧靜 看見喜歡的點 就停下來的步調 是最適合小琉球的節奏 當然 另一個選項是跟著遊歷 跳進大海的懷抱 遊歷可是有潛水證照的 看看我全副武裝 有沒有看起來很厲害啊 教練你確定 今天可以看得到海龜嗎 我們在小琉球 平均10次 可以看到9.5隻海龜喔 好緊張喔 也有點期待 趕快我們去找海龜吧 好 光看就很美的花瓶煙 下去後又是不同風光 配戴上千塊跟氣瓶 戴上面罩 走進多彩多姿的海底世界 超級興奮 小琉球溫暖的海水 孕育了上千種的珊瑚礁 可以看到小丑魚在其中穿梭 悠悠的繽紛魚群 簡直是遊歷的夢幻之旅 哇 你看海中共舞的主角現身了 離我好近喔 海龜這雙迷人的溫柔眼神 隨著海流優雅的漂浮 緩慢的泳之超療癒 要不是在潛水 我都要尖叫了 喜愛海上活動的朋友們 除了潛水 還有很熱門的獨木舟 同心協力 一起前往偉大的航道吧 這個獨木舟是雙人的 遊歷找了槍手 特別找了專業的林教練 教練 是 等一下 我就偷懷給你們最好了是嗎 沒問題 沒問題喔 這麼好 好好休息 這樣不好意思啦 教練說 滑這個獨木舟 女孩子的拜拜秀 就會消失喔 所以等一下有力要加把勁 趕快滑 走吧 出發 GO GO 登上繽紛亮麗的獨木舟 滑著將前進 有種流浪的輕鬆心境 視角轉到海上 水面下的夢幻世界 和水面上的林巡橋道 共同構成了一幅 讓人想永遠收藏在心裡的美景 寫述了和小琉球 親密接觸的活動 一定要來一份小琉球風味餐 才算完整 不管你是愛水上活動 還是喜歡路上漫遊 大家都會肚子餓的啦 這是來到小琉球 一定要品嘗的 漁夫風味餐 開動 好 隨著漁夫的時令漁獲 上場的料理 無論是酥炸 涼拌 清炒 用大海孕育的鮮甜 加上簡單的烹調 這就是琉球人最自滿的 新鮮海味 尤立妳知道嗎 這頓飯吃起來超感動 小琉球這邊的特色海鮮 還有料理都可以吃到 沒有遺憾 姐姐 謝謝 好 不用了 趕快吃飯 小巧可愛的麻花捲 是早期小琉球人 為出海捕魚的家人 補充體力而準備的點心 手工製作 捲入一份關懷的心意 現在則是旅客 回味小琉球的最佳回憶 還有這個阿嬤級的 古早味零嘴 番薯湯 是陪伴許多小琉球人 長大的童年滋味 地瓜片加上濃醇麥芽 金黃酥脆超酸脆 喂 現在是陪伴很多都不優待的 然後就可以新鮮 穿成此小琉球的 切成第一次 你是陪伴 它可以 小琉球